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 欢迎订阅明镜 我将来75分钟 我觉得其他的东西都不合规格 很幸运的是我们的天气 最担心的是这几天都有下雨的机会 就担心天气会破坏 今天的整个流程 开会的流程 幸好一些顺利 天气很轻 批上议长夫的黄瑞林 侃侃而谈自己第一次 正式主持议会的经历 对自己的表现打上了75分 不过话锋一转 就批评反对党议员的出席率 不胜理想 今天我有看到 我看到除了两个这样补写的意思 还会出骂 我看到反对党的一个议员没出席 就是乌鲁曼纳 空的那个位置 乌鲁曼纳会发现 因为看出很清楚 我们希望你们的议员几乎都提高 我看过去都没有空 100%的事情 要恭喜他们 反对党方面要加油 只有各有一个没有出席 发现一个情况 另一方面 雪州苏丹莎拉夫丁殿下 昨天在为第14届第一季第二次州议会 主持开幕致辞时表示 雪州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已经上升到2017年的23% 两个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 分别是私人服务与制造业 一共贡献国内生产总值的83.9%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